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 The working conditions for people who make clothing in factories continue to be very bad in many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句 好,这一句的开头一开始就是我们主词的working conditions 那working指的是工作的 加了ing之后变成一个形容词working,工作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字就念成condition 那condition它有两个词类 当作动词的时候表示决定或者作为什么什么的条件 它也可以当作情况条件 那在这边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条件的意思 好,所以working condition指的就是工作的条件 好,给人们工作的条件for people 那这些人是哪些人呢 好,这边就是有一个关系指句了 这个关系指句呢就是用来修饰前面的for people who make clothing 给那些呢做衣服的那些人 好,这些人在哪边做衣服呢 in factories 在工厂里头做衣服 好,我们来复习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就念成factory中文 我们翻成工厂 所以说呢那些呢在工厂里面做衣服的人们的工作条件 continue to 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动词 这个动词我们念成continue 它的意思指的就是持续的意思 那continue to do something跟continue doing something 其实都可以的 它除了可以接不定词之外 它其实也可以接动名词 好,那相较于这个continue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字 它的意思也是持续 但是同学要特别注意到持续做什么事情 keep的后面 它就一定要接动名词 好,这是同学呢特别要注意到的 好,那接下来呢 它就说了持续怎么样to be very bad 好,它的条件呢都是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糟糕 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工作的环境 工作条件非常的不好呢 in many regions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region 那region呢指的就是地区 区域的意思 在许多地区呢 他们的工作环境呢 持续的是非常的糟糕的 好,那这些区域是在什么地方 around the world 指的就是全世界的意思 好,接下来它说 in order for companies to be able to sell clothing cheaply and still make money they must pay their workers very low wages 好,我们看这一句 in order 好,这in order 原本呢我们最常看到的是in order to 后面接原型动词 对不对 它的意思呢是为了表目的 为了这些事情 但是这边因为它后面接着是companies 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company这个字呢 它原本的意思呢是公司 好,它也可以当作陪伴 那当作陪伴的时候 我们通常出现一个片语叫keep 魔人company 但这边呢 in order for companies 为了要让公司这件事 那其实这个片语 你们发现它的in order to 其实它是躲在这个地方 只是呢它在中间呢 加了for companies 所以就是为了要让这些公司 可以达到这件事 所以呢为了要让公司呢 可以to be able to 相信这个片语大家都很熟了 就是能够的意思 为了要让公司能够 可以去把他们的衣服给卖掉 好,sell这个字 指的就是贩售的意思 卖东西 它的动词三态是sell, sold, sold 好,所以呢可以去卖衣服 怎么跟卖法呢 cheaply,很便宜的卖 而且呢很便宜的 把这些衣服卖掉之后 steal指的就是仍然的意思 它仍然呢还可以赚钱 我们上一段呢 有讲到存钱是用save money 然后呢赚钱呢就用make money 好,那make money除了可以用make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earn这个动词 都是赚钱的意思 好,为了要这么做 they must pay their workers 好,那pay这个动词呢相信同学应该都很清楚了 pay某人后面呢直接接多少钱 付某人多少钱 好,所以这边呢这些they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的这些公司了 他说这些公司呢必须要付他们的工人 workers指的就是工人 付给他们very low wages 非常低的薪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wage 它本身可以当作进行或从事 这个我们先略过 他这边当名词呢中文呢就翻成薪水或者是报酬 那通常这种薪水呢 我们通常通是指的就是蓝领阶级的 好,那所谓的蓝领阶级呢 指的就是那些呢出卖劳力的 出卖劳力的人 好,例如说呢在路边挖马路的工人 或者是在成衣工厂里面工作的那些出卖劳力的那些人 他们所领的薪水呢就叫做wage 那像呢有一些呢坐在那个等器房里面工作的 他们每个月固定领的薪水 那个就是salary salary它也是薪水 通常就是每个月固定领薪资的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在打工的时候 人家付给你的钱 这个pay本身可以当作动词付钱 对不对 它也可以当作薪奉或者是报酬 好,所以呢通常我们常见关于薪水 有这三种 同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顺便把它记一下 所以呢这些公司呢必须要付给他们的工人的非常低的薪水 low这个字就是低的意思 好,接下来它说呢 also the companies do not spend money on improving their workers often dirty and unsafe environments which in turn usually leads to a marked increase in profits for these companies 好,我们看这一句 好,这个字语者呢一开始呢给我们的一个字就是also的意思 also的意思呢是指的是而且此外 好,所以呢它说also呢而且这些公司呢 do not spend money on doing something 来我们这个片语呢可以顺便呢把它记一下 好,我们说花钱或者是花时间 好,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这个介细词是可加可不加 通常我们是接名词 那遇到动词的时候呢要接上动名词 接系词在这里我们可以搭配 所以它说呢公司呢他们呢不想要花钱 花钱在哪一件事情上面呢 在improving 好,那我们看一下improving这个字呢 它的原型动词呢是improve improve的意思呢就是改善 就是make something better的意思 好,所以呢它公司们不想要花钱呢 在改善他们员工通常是肮脏 而且是unsafe 好,那unsafe这个字呢同学应该看一下 可以呢很清楚就是怎么样不安全的 这个字呢很清楚 因为它是un再加上save 那un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它的意思呢就是not的意思 好,那save呢它的意思是安全 所以呢un再加上save就是变成不安全的 通常呢是肮脏的 而且是不安全的环境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念成environment 好,那environment它的意思呢中文就翻成环境的意思 好,而这一件事情呢 好,特别注意到这which前面有一个逗点 对不对 好,这个which呢指的是前面这一件事 这件事情就是公司不想花钱改善他们员工 又脏又不安全的环境 这件事情in turn 好,那in turn呢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成因此 或者是转而怎么样的意思 好,那这件事情呢因此呢就转而怎么样呢 usually会leads to a marked increase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leads to这个片语 这个lead to呢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导致 那如果当作导致的话 其实呢它相对应的同一片语呢 有相当的多 好,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 稍微跟同学提一下 好,例如说呢 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这个 就是bring about 好,那单一的动词呢就是cause 它也都是造成导致的意思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contribute to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result in 那这几个如果同学可能利许可的话 可以顺便把这四个常见呢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注意哦,它后面呢都是要接结果 可以一起呢把它们记起来 好,所以呢他们这些这件事情 通常结果呢就是会导致a marked increase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好,这个字呢我们念成marked 好,marked呢原本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当作有记号的 因为mark这个字本身就可以当作动词做记号 当作名词也是记号 所以呢加上ed变成被动语态的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的时候就是被做上记号的 中文在这边我们就把它翻成显著的 好,它就导致呢非常显著的怎么样呢 增加,好,那增加这个字呢我们看一下 它的意思中文是翻成增加 它的词类有动词也有名词 但是andie呢要提醒同学的是呢 这个字的音节重音有两个 当它当作名词增加的时候我们念成 increase 当作动词的时候要念成 increase 好,这个特别要提醒同学的 好,它就会导致一个非常显著的增加 好,在哪一方面呢 in profits 好,就是所谓的在他们的获利上面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念成profit指的就是获利或者是利润 在利润上面呢 他们就会很显著的增加 好,对谁呢 对这一些公司 for these companies 好,所以我们知道呢 当然公司在营运能够降低成本 它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便宜的货品 但是呢,这通常背后都必须要牺牲那些呢 整天待在工厂里面呢 为大家制作商品的那些工人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课文里面的主题 就是衣服背后隐藏的那些成本 作者呢 在第二段呢 就点出了这个最重要的隐藏成本 好,那么这一段呢 就先讲解到这里 好,那么这一段呢